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你 此前 梁静如因力挺范伟奇拉黑粉丝 还被曝取关张韶涵 阿娇此举被认为是在为好友张韶涵打气 原标题 战队 梁静如力挺范伟奇后 阿娇发文表白张韶涵阿娇深夜霸气挺张韶涵 网友再次吃惊范伟奇与张韶涵恩怨情仇缠斗八年 至今风波仍未熄 前阵子两人隔空互喊的场面再次发生 最近甚至战火延烧至两位主角的艺人朋友身上 29日先是梁静如在微博曝光与范伟奇的照片 贴文涌入负面留言 梁静如多次删除贴文并出面捍卫与范伟奇的友谊 30日晚间钟心童突然贴出与张韶涵的合照 并强调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真的真的打从心里为你高兴 一个瘦弱外表的你内心却有着坚强广阔的胸襟 不用多说 时间会证明一切 试图霸气力挺张韶涵 许多网友看到钟心童的留言 纷纷涌入他的微博留言 有网友称 这才是一个理智的闺蜜该说的话 看看人家张韶涵闺蜜怎么说话 果然人美心也美 所以是战队发声 暖心 看比较科书的发言 不过 也有网友认为 真有意不需要拿出来晒 娇娇啊 别掺和这种网络战 私下鼓励支持比较好 梁静如从来没说过张韶涵任何不好 也不是这次取消关注张韶涵的 不明白为何要抓着梁静如不放 觉得有些人双重标准太严重 这俩就是真有一人家梁静如 就是不理智 呵呵呵 对事不对人 今天阿娇做的事情和梁静如的事情性质不是一样的吗 善款欠两年 杨幂首发言 真的对不起演出多部当红电视剧的杨幂 两年前曾亲口允诺要为成都捐赠盲人物资 没想到过了两年仍无下落 让网友忍不住炮轰杨幂装模作样 自从杨幂工作室紧急捐款物资之后 杨幂今日也首度发言 向微博粉丝坦言已完成捐赠物资 也强调真的对不起 杨幂在两年前曾说要要捐赠盲人打字机 盲帐等物品 结果因为合作伙伴的疏失 导致物资完全没捐 他今天发表声明 说自己第一时间没出现 是觉得自己没资格 也说让孩子们等两年就是我和团队严重的工作失误 任何批评都该接受 也只有真正落实捐赠才能表达歉意 杨幂这几天已经积极处理捐赠物资事项 也向外界道歉 真的对不起 谢谢给我们机会弥补 未来一定更加严谨 任爱后手现身 景田辣秀性感苏兄主演 环太平洋2 金刚 骷髅岛及长城等大片的景田 日前首度任爱捉球国手张继科 最近他出席 Dire活动 穿着水蜜桃色的礼服 展现性感上围 脸上幸福也藏不住 果然是恋爱中的小女人 景田单刚要脚的环太平洋2 迄今已在大陆开出5亿人民币 约新台币23亿的佳绩 只可惜在网络上负贫如潮 因而仅夺一周冠军 就被一级玩家打败掉落至亚军宝座 先前环太平洋2导演史蒂芬奈特 先前也透露若拍第三集 一定还会继续找景田 并称跟他合作很愉快 阿娇深夜霸气挺张韶寒 网友再次吃惊范伟奇 与张韶寒恩怨情仇缠斗八年 至今风波仍未息 前阵子两人隔空护寒的场面再次发生 最近甚至战火延烧至两位主角的艺人朋友身上 29日先是梁静如在微博曝光与范伟奇的照片 贴文涌入负面留言 梁静如多次删除贴文并出面捍卫与范伟奇的友谊 30日晚间忠心同突然贴出与张韶寒的合照 并强调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真的真的打从心里为你高兴 一个瘦弱外表的你内心却有着坚强广阔的胸襟 不用多说 时间会证明一切 试图霸气力挺张韶寒 许多网友看到钟心同的留言 纷纷涌入他的微博留言 有网友称 这才是一个理智的闺蜜该说的话 看看人家张韶寒闺蜜怎么说话 果然人美心也美 所以是战队发声 暖心 看比较科书的发言 不过 也有网友认为 真有意不需要拿出来晒 娇娇啊 别掺和这种网路战 私下鼓励支持比较好 梁静如从来没说过张韶寒任何不好 也不是这次取消关注张韶寒的 不明白为何要抓着梁静如不放 觉得有些人双重标准太严重 这俩就是真有意 人家梁静如就是不理智 呵呵呵 对事不对人 今天阿娇做的事情和梁静如的事情性质不是一样的吗 善款欠两年 杨幂首发言 真的对不起演出多部当红电视剧的杨幂 两年前曾亲口允诺要为成都捐赠盲人物资 没想到过了两年仍无下落 让网友忍不住炮轰杨幂装模作样 自从杨幂工作室紧急捐款物资之后 杨幂今日也首度发言 向微博粉丝坦言已完成捐赠物资 也强调真的对不起 杨幂在两年前曾说要要捐赠盲人打字机 盲帐等物品 结果因为合作伙伴的疏失 导致物资完全没捐 他今天发表声明 说自己第一时间没出现 是觉得自己没资格 也说让孩子们等两年就是我和团队严重的工作失误 任何批评都该接受 也只有真正落实捐赠才能表达歉意 杨幂这几天已经积极处理捐赠物资事项 也向外界道歉 真的对不起 谢谢给我们机会弥补 未来一定更加严谨 谢谢大家